我在江湾湾 慰安晚期 为了给老公留后 我冒着生命危险怀孕 今天是我姐姐的葬礼 而我深爱的老公 却一直没有出现 你关的还没见吗 老板 可能怎么样 都还有我在你身边 你一定不得离开我 秀妍 这些 还好有你在我身边 这些的道理 你辛苦 别这么说 我们可是彼此的另一半 我送你回医院吧 江小姐 您确认 你要冒着生命危险 伤害这个孩子 是的 医生 且无论如何都要保住 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这么做 到底值得吗 我们敏患可是不是三代独子 三代独子 你竟然敢断我们家的后 对不起 对不起 妈 我会努力的 当初 我就不应该让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嫁到我们顾家 你连个蛋都收不出来 你还能做什么事 妈 江湾湾得了癌症 以后谁给我做饭 谁来给我上善良 我说你也太善良了吧 你还担心这个呀 他只不过就是个癌症 作为妻子 做饭这些事 本来就是他应该做的 还有啊 你必须让他上班 不许离职 那 他这病能治好吗 你就放心吧 癌症他又不是什么大事 家小姐 家小姐 你有在听吗 是这样的家小姐 您的丈夫顾先生 已经很久都没有缴纳这条费 亲爱的 江小姐 如果你要继续接受治疗的话 你今天家属必须来的 看是缴纳费用呢 还是带你回去 我小医生 我会想办法 麻烦在今天之内处理好 否则我迷远 可能就要请你出去 老公快接电话呀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你拿回粉符押金了吗 接电话 拜托你接电话 这几年一直是我在工作 养家糊口 现在你至少得付我的医药费吧 你看起来变得很重啊 祝你老得好起来 几个月了 九个月了 一定会好起来 不会好了 我快要死了 活着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我父亲去世的就很早 我和姐姐相应为命 但他也是癌症晚期 前几天过马路发病 正后去世了 孩子他爸呢 可是跟老公有和没有一样 还不说没有呢 有些路啊 要走到最后 才就到结果 师父 你这是去哪儿 走近道 带你走一条好路 相信我 Together I know that we can make it right We'll find the dawn beyond the night In your light I can see a brand new day We can find a way 姑娘到了 现在相信我了吧 有一条更好的路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开出租车了 我看喝的还挺有缘分的 这个祥韵玉佩我就送给你 香金一定能给你带的好运的 是我不能收 这才会种啊 我已有一个和你一般大的女儿了 可是她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好了不多说了 收下吧 就当爸爸送给女儿的礼物 亲爱的 你也太棒了吧 你是怎么想到 你肯定傻女人投来这保险了呀 我看姜婉婉和她那个离婚的姐姐 瘦不拉近 估计是遗传了她爸 她爸就是对癌症死了 我先让姜婉婉给她姐姐投保 她姐姐离婚 又没有小孩 对了 我还给姜婉婉也偷偷的 托了一份保险 那么她到时候死了 这双份的冰长金 就到我手里了 厉害 亲爱的 你怎么这么棒啊 等到手赔偿金到手呀 我就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包包 好不好 好 那等完完一死 我们就买房 然后结婚 不过她这个贱女人 比我想象中要撑好久 要不是她肚子里怀有生命 只想推她一把 没想到 晚晚冒死还要给你生孩子 要不我带她出去透透气 顺手推她一下 就像 推她那个死龟姐姐一样 不会有事的 我咬了你 我 savoir你没事吧 没事 你が好久 你が好久 我が好久 よ よ か 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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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婉 算了吧 事到如今 还得怎么样呢 活着的人要继续活下去啊 都要死了 兄弟 就是了 我姐姐 也是你感到 怪就怪在 你姐姐她撞到了我和李焕哥的事情 我只不过是顺手推了她一把 你们这对狗男女 我要你告诉王八 你啊 你 你凶食王 我姐夫 那你愣不开我手的事情就败了 绝对不能活着离开 不言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我太可怕了 求求 老公 他好像死了 没事 没事 他早晚都要死的 他现在死了 我还能早点点倒给他去 妈 叫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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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要是不想结婚 可以拒绝了 结婚 难道是十年前 顾美幻跟我求婚的场景 冷静 可爱 课文 你没事吧 事到如今 来的怎么样呢 活着的人要继续活下去啊 来自星星的你 在2014年成为最受年轻人喜欢的韩剧 多部韩剧被评为高分电视剧 我重生到了2014年 王莱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复杂 但你刚刚在求婚现场 当着那么多同事的面量 对我不太好吧 让我丢脸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怀孕了吗 说起这个 我们最近又没有睡在一起 你是怎么怀孕的呢 那是我小孩吗 我想起来了 这段时间我因为胃不舒服 吃不下还经常吐 以为自己怀孕了 所以 她是误以为我怀孕才跟我求婚 我跟你开玩笑的了 依你这么宿舍的女人 应该没有哪个男人会看上你吧 拿掉吧 手术费 我没 你不就是怕我抛弃的吗 真的我向你求婚了 你应该放心了 再说了 像这么老的女人 如果因为怀孕断送了职业生涯 可就太可惜了 对了 还有我最近不想了小孩 在这个时代让小孩压力太大了 我们敏焕可是故事三代独子 三代独子 你竟敢敢断我们家的后 我没有怀孕 只是胃不舒服 没有怀孕 那你刚刚为什么那么迷啊 我们分手了 我以为你是怀孕了 你居然跟我提分手 你怎么够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忘记了 顾米焕就是一个疯子 前世都杀了我 又怎么会轻易的让我离开 你凭什么跟我提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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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some 20分 Сам 我来挑衅 5个伤 проц 例如 你说 怎么好 5个伤 android 5个伤ONY 3さん 突然 5个伤 І 鬼 5个伤 5个伤 2 5个伤 3 5个伤 你钱包都没拿吧 你总会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也可以随时来找我 谢谢副总 我 等一下 副总其实你 我戴眼睛的样子很好看 谢谢 在十年前的记忆里 这个人既熟悉又陌生 只记得他在几年后 公布了九州国际继承人的身份 不过 他为什么会关心我 这个时候 我因为害怕顾米欢 已经给了他不少钱 他还用了我的信用卡 去买股票 我该怎么办 难道我真的逃不出他的魔爪了吗 抱歉啊 刚刚吓到你了 我现在买的招宝金 据说势头不错 要是这只骨涨了 我们就结婚 招宝金 招宝金 我怎么没想到 这是顾米欢人生 唯一一次成功的事 这只骨马上就要暴涨 如果我拿所有的钱 去买这只骨 这十年的事情 我虽然不能拳击的 但是我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成功的 这一次 我要走完全不同的路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开出租车 我看 有点还听人 这个神玉佩 我最后一天开出租车 一定有无人带来 不愿意 让你遇到 如果结局不能改变 那将命运转下给其他人呢 是时候开始了 开始 请我晚 你居然敢挂我电话 是时候 给你点叫声 婉婉 你昨天到底怎么了 怎么突然就跑出去了 害我担心了你一晚上 到底怎么了 郑秀妍 你假的穿过恶心 没事 就是我一个远房亲戚 是个女生 未来晚期 她看到她闺蜜和老公睡在了一起 啊 疯了吧 你这个亲戚确实挺惨的 她让一个这么恶心的闺蜜 那她最后怎么样了 她死了 婉婉 要是你死的话 我肯定会跟你一起走的 婉婉 那个 你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你话 我是觉得你最近冷落了我 所以比较敏感 别生气了 我就说嘛 你绝对不会离开我的 毕竟 带了我 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男人会要你 哎 你换 娃娃 周末 不能来一起约好的聚会 在幸福餐厅 你一定要来啊 什么 姜娃娃也不能 她还敢来参加同学会 当初在学校 就是她一直抢你的东西 真不要脸 娃娃 快来 前世 你就是用这样的手段把我骗去同学会 让我遭受嘲讽异漫吗 不好意思啊 我终没有事 江龙板 你居然敢拒绝我 人生 这块祥韵 预备你拿好 这是奶奶送给你最后的礼物 她会带你 找到那个 你生命中 和你有一段姻缘的女子 千娃娃 我会让你为刚刚的拒绝付出代价 周末妍 刚刚没有得逞很失望吧 下一步又该耍什么心机了 好期待 我们坐那边吧 哎呀 我晚了 你没事吧 我们坐那边吧 我们坐那边吧 米欢哥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千娃娃 害我冲冲 你应该很得意吧 抱歉小秀妍 我刚不小心大动摸 亲爱的 你没事吧 哎呀 我真的 这一次 我不会让自己再受伤害 是她等你 嗯 起 起来有人在吗 有人 怎么了 可以帮我忙吗 哦 你是不是要卫生巾啊 对对对 太感谢了 稍等我一下 你在哪个呀 我在这 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还以为我出不了洗手间了 帮我介绍一下 我是新安市医生 夫恩西 您叫我恩西就好 等一下 嗯 你这是这世界上 几无尽有的好人 你太夸张了 凡是别人看到的都会帮忙的 才不是呢 刚才有个女孩进来啊 我求了她很久 一直叫她 她理都不理我啊 嗯 是她等你 嗯 明幻哥 要不我赔一件新的衬衫给你吧 我刚刚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摔倒了 忍一忍 这毕竟是秀妍啊 没关系 不过就是一件衬衣而已 就 一千两百块钱 顾明幻 我送你的礼物 你竟然说不过 一千两百块钱 这么贵啊 实在是抱歉啊 不过明幻哥 你可真是一个 心心宽广的 好男人 男人 果然都吃这一套 顾明幻 你现在心里应该在滴血呢 毕竟这件衬衫 可是你求了我一年 我才买给你的 娃娃 你别忘了我们俩的周末约会 这是我送你的情侣耳环 你周末的时候一定记得戴 戴的耳环都要模仿秀妍 还有脸来参加同学会 就是 亲爱的 周末你可一定一定记得来 别忘了 同学会 就是你江湾湾的至暗时刻 怎么了 网网 我等会儿去你家喝一杯 这么晚了什么事啊 我买的陆大神股票不好跌 我需要你的安慰 顾米焕十年前买的是 赵宝金的股票 大涨 另一只陆大神的股票 在十年前跌到了谷底 而重生后 我买了赵宝金的股票 就转嫁了顾米焕的命运 导致他 买了暴跌的陆大神 亲爱的 今晚我陪你睡 一个小时之内到你家 这对狗男女 拿好家当酒店了 厉害 亲爱的 虽然结局我改变不了 但是可以把它 转嫁给其他人 郑九言 既然你这么喜欢顾米焕 那我就把它送给你了 亲爱的 你先在我家喝一杯 等我哦 我马上就回来 亲爱的 我临时有事 今晚就不去你家了 这嘴又发生死了 亲爱的 你终于回来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已经很久 很久 所以我们应该 不敢远远远天 尽进一下感情室 所以 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 衣服 这种感情室 啊 你好你的外卖到了 啊你好啊你好你的外卖 我没点外卖啊 啊现在你演呢 没点啊 走走走走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老闆 老闆 我我今天来大姨妈了不方便了 这种感情室 地狙扯上我的 你和我的 每天在一起 每天 我看到我的 请问你明天下午有空吗 这位先生 一看起来挺不错的 但是我有女朋友 不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绝对不是 明天下午在幸福餐厅 有一场高中总结婚 请你一定要来 我凭什么要请你 留意一下湾湾 你们在高中期间 有点误会 亲爱的 你最近对我太冷漠了 明天的约会 你可要好好补偿我 不然我就不爱你 不是 他还敢来 这明明都没有人邀请他 他还铁着的脸来 真是不要脸 我现在看见他 我都反问 我看他的装扮 就是个穷鬼呀 估计啊 就是来蹭饭子 也就是秀妍太善良了 居然还跟他躲在一起 这江文文 就是喜欢黏着秀妍 抢秀妍的东西 这当年要不是因为江文文 这秀妍怎么会 老板 快瞎瞎 秀妍 你别再帮他了 他就是一个白眼狼 一直照着你保护他 敲走你的东西 就是 女人 王王那不是这样的人 你们误会他了 等等 刚刚江文文不在座位上了 你个贱人 还敢在你的高听我们讲话 前世他们谈到关键信息的时候 突然停下了 这一次 我一定要弄明白 周末的约会 我会去的 十年前我到底都穿些什么呀 这也太粗了 这就是你们店最高档的衣服了是吗 是 那就这一件 还有我刚刚跳的那几件都抱起来 今天下午 我就要经验所有人 亲爱的 是我 你不要忘了今天下午我们俩的约会 你一定要打扮漂亮一点 不要迟到 一个土包子 再怎么打扮还是土包子 今天变漂亮 有谁从而救 大小姐需要我们陪您逛街吗 嗯 千万不能暴露我的身份 哎呀你们快回去吧 成这么大的阵仗 那不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谁了 可是大小姐 您可是九州国际的先进呢 要是您出了什么事的话 傅老先生那个 闭嘴 再多说的话 我就让爷爷 把你们都派遣到南极分公司 文婉 文婿 你怎么在这儿啊 香奈儿 现代班耳环 国内只有两队 你这 啊 这是绣员送给我的 他希望我跟他带一样的耳环 去参加下午的同学机会 真是不要脸 什么都要魔法绣员 居然还带一个假的 真是丢我们同学会的脸啊 这一次我绝不会让你们再伤害了 阿信 你这个忙不忙 我 分开明天就会 能不能情绪帮我改造一次 没问题 文婉 你这么善良学生时期一定很受欢迎吧 嗯 不是 我上学的时候 还遭受过校园霸凌呢 校园霸凌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刚进学校的时候 大家都还挺喜欢我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有一天 他们就都开始讨厌我 欺负我 所以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一直特别被为弄弄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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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修园霸凌 修园的手帝是你偷的吧 嗯 是 这个是给我们俩专门做的手链 你看吧 谢谢你 你再跟我客气我都生气了啊 这个可是行李手链 你一个我一个 这是一对 千万不能用一对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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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teg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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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敢告密 你会死得很惨 走 天呐娃娃 你也太可怜了吧 你放心吧 下午的同学会 我一定会让你见 所有人扬眉吐气 对啊 秀妍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她一直都很漂亮 秀妍可是我们高中的校花呢 对 来来来 我们赶紧喝一杯吧 来来 干杯 秀妍 听说你进了九州国际 哇 那可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太让人羡慕了吧 是啊 而且我把文文也介绍进去了 我们俩现在在一家公司工作 你怎么还跟她在一块玩 这个姜文文 她就是一个白眼狼 你们是不是误会她了呀 她可是我最好的闺蜜 还是我的另一半 秀妍 你就是太善良了 才会被姜文文那个贱人 给当冤大头 对了 姜文文今天不会来吧 她来 晚晚一会儿就到了 晚晚 今天我会用快过期会员券买单 这些衣服你就放心了 不用 已经很麻烦了 那会员券菜饼就过期了 你就当帮帮我 啊 哎 哎 行 谢谢谢谢 嗯 太土了 不适合你 哥 我好像找到 戴玉佩的人了 你啊 你啊 总看着 比我 冲面 好 不老 都得 去 那 有 那么 看 个样 我 能给 不 慢 看 他 他 都 说 一 那 那 你 行 咖 天呜娃娃 你也太漂亮了吧 我保证你穿这个出去啊 回头率绝对是百分之百 又有什么柚子了 哥 我好像长得 找到戴玉佩的人了 他在幸福餐厅 小婉婉也会来这里 他不是从来不参加 退休聚会吗 对啊 我说服了他好久 他才愿意来的 哎 对了 等不等他来的时候 你们可不要说什么难听的话 他最近心情不好 他失恋了 爱上了 我们公司的组长 顾敏焕 对啊 顾敏焕 不是喜欢你吗 他不是你男朋友吗 对啊 不是的 你们等会儿 见了婉婉可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怕他会伤心 也有什么不能提啊 叫婉婉这个贱人 只要是你的东西 他都要闯吗 说到这个贱人就来起 读书的时候 他不是还背着你 给你的初恋男友诗情书吗 就是啊 他那个小三妈一个得笑 只会工艺男人 对啊 你们不要这么说婉婉 他不是这样的 他等会儿就来了 听到又怎么了 像他这种满身污点的拉姐 还有脸来参加图学会 我们这儿 谁愿意见他呀 对啊 少年 你就是太上人了 就是 这个姜娃娃 不仅抢走你的初恋男友 叶露铭 还想抢走你的现男友 露铭化 你咽得下这口气 我们可咽不下 必须点点教训他看看 善儿 这样不好吧 秀妍 你等会儿呢 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同学会 看我们的 姜娃娃 还真是一如既往地 让大家讨厌 这场同学会 我会让你知道 我们之间的差距 孟娃 你到了 这一次 我不仅要打理你们所有人 还要弄清楚 当年霸凌的真相 王 不是 我说怎么了 你会不会回电话了 你这一个小时 看了二十多位手机了 我绝对不会主动联系女人 真正的高手呢 从来都是放任不管的 女人呢 你只要不管她们呢 她们就会开始想很多 然后呢 就投降了 你没到这个境界不懂 谁来帮帮我呀 美女 我来了啊 我到了 用没有机械 在你旁边呢 晚晚 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两个人的约会吗 大家好久不见 这 这还是我认识的姜娃娃吧 能想到 丑小鸭 居然逆袭成美女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不记得你是谁了 但是刚一见面就说这样的话 不太礼包吧 我 难道是我变帅了吗 所以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泰华 张泰华呀 张泰华 整天嘲笑我那个 是我太冒失了 高中的时候 没给你留下好印象 姜娃娃 你连戴的耳环 都要模仿秀淫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说别人不礼貌 就是 你是说这个耳环吗 不一样 晚晚戴的明显很高级 秀妍戴的一看就是假帽的 秀妍那该不会是假货 你在学晚晚吗秀妍 你应该去买正片 你就戴的一看就是假货 就是 没钱 他模仿别人 忘了 你的这个耳环是假货 千万不要带到同学会去 送你这个礼物的人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 让你丢脸 让我当 就当是上次啊 你对我罪名装的答谢 嗯 谢谢安西 不好意思啊 取下洗手机 这样晚晚怎么变得这么漂亮 到大城市都会变这么漂亮吗 不是吧 你看秀妍还不是那么爱 江婉婉 我绝对不允许你超过我 我一定要弄清楚 当年他们没说完的话到底是什么 你在做什么 晚一点我来找你 不是 这姜婉婉的脸皮也太厚了吧 我们这儿哪有人欢迎她 她居然还有脸乱 肯定是她缠着绣炎要来的呀 你们看到她那个假包 和那个整过的假脸没 就是来跟我们炫耀的呀 就是想黏着绣炎 抢绣炎的东西 你说好好的一个聚会 我现在看到她 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我跟你说 我提到这个贱人我就生气了 这当初要不是因为她 不是 跟前世一样 说到最关键的信息停下了 不过 这一次我不会再像个傻子一样逃避了 刚刚将婉婉是不是不再做回事了 好 你继续说啊 我把郑秀妍走了 居然还装不知道 你可真不要脸 想必你也是这么欺负秀妍的吧 又说你喜欢她的那个暗门对象 叫什么迷幻呢 对啊 人是不会变的 高中的时候你不就拆散了秀妍和她的初恋 叶鲁明吗 我拆散了郑秀妍和叶鲁明 她俩在一起过吗 还有顾名换什么时候成郑秀妍的暗门对象 你要是还有一点阳性 你就放过秀妍吧 她为了把你推荐到九州国际 可是受了不少委屈 你却还想抢走她的暗门对象 你这也太不了了了 确实 我跟你们这个人真是说不下去 你说什么 因为一些没有被确认的事情 那背后说我坏话 至少要证实一下吧 这是我的入职信息 我已经入职九州国际舞魔了 证刑员是我去年才推荐到公司去的 还有 顾名换是我难过的 亲爱的 我在同学会呢 刚刚没有接到电话 亲爱的 为了让你好好参加同学聚会 我都没敢跟您打电话 刚刚可能是表情按到了吧 这样啊 正好我同学都在呢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 真的是叫我晚的男朋友 对 我是她男朋友 我想要顾名换 之前都没有听说 晚晚除了秀妍之外有其他的朋友 以后请你们多多照顾啊 喂 喂 晚晚 你怎么了 你给我站住 晚晚 江晚晚 这些就算了 你不能因为喜欢秀妍的初恋男友 你就让他们分手吧 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呀 我是喜欢陆明没错 但是郑秀妍貌似没有跟陆明交往过吧 秀妍 你跟陆明交往过吗 江晚晚 你现在是重新让我能看事吗 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呀 晚晚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没告诉你 我知道你喜欢陆明 所以我就没告诉你 我在和他秀妍交往的事情 你和大家说我让你们分手的 那我得知道你们在一起才能让你们分手啊 抱歉 我 我 我搞错了 江晚晚 你够了 就是因为你这副臭皮戒 才没有朋友吧 干嘛这么计较 因为郑秀妍那一句话 你们欺负了我整整三年 现在要我不要计较了 你们就是不想跟我道歉是吧 我们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当事人都说有交往 你凭什么说没有 我从来没有和郑秀妍交往过 好久不见 江晚 我从来没有和郑秀妍交往过 好久不见 江晚 晚晚 你刚刚说喜欢我 那你当年 江晚 为什么要拒绝我 莫婉 莫婉 她能这么好看去投机会 莫婉 作词 莫婉 作词 莫婉 作词 莫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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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还是有准备 老婉 副总监理 去拍 发现 我只是想问一下你 有没有喜欢过我 对不起啊 我刚刚是一时口误了 老婉 我 其实 其实我喜欢你 张晓妍 你不解释一下 你真的是九州国际的实习生 实习生 老婉 婉婉跟你们说的 她怎么什么事情都跟你们讲 是啊 江婉婉说她是正式员工 而你是实习生 婉婉她只不过是比我先转账 不是你推荐江婉婉进去的吗 她怎么可能比你先转账 这些事就算了 这些事就算了 你跟那个陆明交往过的事 到底什么情况 叶陆明为什么要来这边去会啊 该 坏了我的好事 你们怎么还提小时候的事啊 我 因为这件事 我们整整被你爽了三年 是你一直想陷害江婉婉 你说她勾引你的男人 偷走你的手电 还抢走你的东西 因为你 她被我们整整骂了三年 你们搞错了吧 江婉婉 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可从来没说让你们欺负她 我也说了 让你们不要骂她 可是你们不听啊 你们现在 你们现在 别这么来指责我 真是个疯女人 去个洗手间 又不是我让你们进来 现在都来指责我 一群烂人 您好 您拨打电话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请收 这不是今晚晚带的预备吗 你拨打电话 伯总经理 你这玉佩 这一块玉佩 怎么跟傅警察脖子上的玉佩应不一样 这个玉佩是我爷爷给我的 他说带着这个玉佩 能帮我整个入人 希望你能ру 喂 陆明 我刚到家所以就没给你打电话呢 没事 是我太心急了 为什么这几年一直不联系我呢 不是你不让我和你说话的吗 啊 このまま僕たちの声が 江湾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行 那我一会也不跟你讲话了 我怎么知道他了呀 他怎么这样啊 那个湾湾 可能是因为上一次我聊天的时候 不小心说漏嘴了 他知道你喜欢他 我喜欢他就让他这么不开心吗 我这么说吧 不是因为当初你狠狠拒绝我吗 我跟你写了告白信 熬了整整一个通宵 算了 不提了 等一下 你说我拒绝你 是啊 你忘了吗 我还留着那封信呢 陆明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找时间约个地方见一面 你带着你那封信 好 我可玉佩呢 陆幻哥 你可算来了 往往他不接我电话 这个怎么办啊 啊 这往往也太过分了呀 你是他唯一的好朋友 他都不知道珍惜你 你好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我已经打了很多个了 他都不接 你说事情怎么会变这么复杂呢 我好害怕往往他误会我 明幻哥 你是知道的 我只想对他好 不愧的 往往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感觉 往往他现在离我越来越远了 他是不是身边有新的人了 他不会抛弃我吧 他最近是有点奇怪 难道和傅云生有关系 那也不可能 他喜欢我说明他懂得看男人 不可能会看上傅云生那个小白脸 也许是他最近工作太忙了 他那个死脑筋只能想一件事 真的吗 谢谢你啊 明幻哥 要你陪着我 我都没那么难过了 而且 人这么好 长得又这么帅 能陪着我 真好 我要是有一个笑 你这样呢 那你就会 好像有一根头发 晚晚 你不会因为昨天的事情误会我吧 晚晚 你不会因为昨天的事情误会我吧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对你啊 如果不是因为经历过结局 我恐怕就相信你了 我昨天确实有点生气 但是回去想了一下 你不可能对我说话呀 除非你是故意的 我开玩笑的 我发誓 我要是对你将来有什么好 我相信你了 过两天我约了陆明 把事情说清楚 你约了陆明见面 是啊 我说过了 这一次我们会就这么算了 你要是约了其他男人见面 米幻哥 你会不高兴吧 不会啊 他说只要我开心就好 而且他最近股票大涨 赚了不少钱 赚开心着呢 股票大涨 是啊 他说赚了钱啊 马上就可以买房子啊 他们两个的关系怎么那么好啊 小妍 此刻的你 更想要顾米幻了吧 哇 好漂亮 我还以为是买个女明星的我们公司的 对吧 我就说了 你会见到所有人吧 亲爱的 哎 你真的是我女朋友吗 我太认不出了 香妍 你要以为打扮成这样就能勾引我的妈 有我自在 你休息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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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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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经理 我帮你剪吧 那就辛苦你了 哼 没有什么是比勾引男人更简单的事了 你这身衣服 不太适合长过来工作 啊 我觉得晚晚穿这身很适合工作啊 你难道要指责他吗 哦 我的意思是 可以在这样穿的基础上戴家间外套 最近降温了吗 谢谢副总 副总今天挺好看的 对啊 副总经理 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是这 大家工作 副总经理 你要喝咖啡吗 我也准了围虫 我帮你打 不用了 我喝这个 我帮你打开 我帮你打开 啊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哎呀 好疼啊 副总经理 我手受伤了 奶奶说的有缘人 真的是她吗 为什么我对她一点好感都没有 柜子里有双把劲 走的时候把劲剁了 她还是男人吗 就这样把我扔在这自己走了 哎 秀妍 你没事吧 我刚刚听到了 杯子碎十年 明桓哥 我手受伤了 好痛啊 啊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没有烧到其他地方吧 我说好 这丫头真会撒娇 得将弯弯那个古板的女人 有趣多了 你们还是一直见我的垃圾 九妍 既然你这么喜欢勾引男人 那就请多多勾引供你换吧 秀妍 秀妍的茶水间好像出了点意外 你帮我去看一下吧 好 对不起 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请你值班 她正是在约我吗 分析你的快乐吵到我了 这一次把你喜欢的品牌全都买了满意了吧 哎 这可是我应得的 我可是帮你找到了带玉佩的女孩 再说了 说到这儿 你跟她表白了吗 哎呦 哥 你再不能努力 她就被别人给追跑了 晚晚这么好的女孩 哥到底在想什么 郑秀妍真的是我的有缘人吗 我是应该遵从内心 还是要相信奶奶的命运之说 副总和恩西 他俩上辈子纯红绯闻在这儿 你还来真是情侣啊 叫我问 差点分错 副总 您是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约我来这儿 你打算跟顾敏花一直交往我 我好像没有理由回答您这个问题吧 而且我们挺好的 为什么偏偏是她 姜文 你就算撒谎 你还跟那种人在一起 到底是为什么 要是没什么别的事的话 我还是先走了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 鞋跟断了 之前修过但是 可能能够断了 不肯定的事的话 你也有一个把 这男人什么情况 明明有女朋友 他又对我这么好 我还是要想 我还是要想 你也要想 你也要想 我还是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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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放到肥仁桑 有的时候比起修 更需要买一双新的 果然 这贱人居然敢背着我 跟别人的男人约会 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请值班 你妈的 竟然能勾引我女朋友 虽然晚晚变漂亮 让我很有面子 但是 坐电梯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蒋晚晚 蒋晚晚他现在已经是 营销一部最漂亮优秀的员工了 有这样下去 他身边一定有很多追求者 不行 他只能是我顾面换一个人的 秀妍 你知道姜晚晚在哪吗 我不知道 不过我下班的时候 看见他在补妆 听他说好像是见什么男人吧 男人 晚晚啊 她的性格呀 属于他妈妈 他妈妈当初就是跟别的男人跑了 我 我刚刚都说了些什么呀 我 我说漏嘴了 明幻哥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我其实 想晚晚 只是有点胃精卵 注意饮食 不要空腹喝酒 谢谢 坏了 姐姐 姐 你最近怎么样啊 挺好的呀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想你了呗 这样啊 姐 你最近抽空去做一个全身检查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怎么想起要我去做检查呀 没有 我是担心你太操劳了 是你在出问题 好啊 姐 我不跟你说了 过两天我过去看你 你这么慌干嘛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叫我们就得了 你晚上去哪了 还补点妆 是补给你其他男人去了吗 果然啊 有其母必有其女 你说什么 我刚刚说什么了吗 秀妍 一定是秀妍把妈的事情告诉她 我要回家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告诉我今晚去哪了 是吗 说你今晚去哪了 放开她 放开她 副总经理 喂喂喂喂不是 总经理也不能随便抢别人女朋友吧 副总 你别弃了 副总你快走开 副总 副总 什么情况 我还特意来看好戏的 他不是应该和顾米欢大打出手吗 温暖 我为什么要跑啊 妈的那个富裕身 要不是因为刚刚走 我一定 我 我 我 收完没吃吧 谢谢 副总 你怎么会在这呢 担心顾米欢会伤害你 所以就跟过来 为什么会担心呢 现在是下班时间 就算是他伤害我了 那跟你 还有公司也没有关系 有关系 我的意思是 就算你现在下班了 那你也还是公司的员工 所以有关系 他怎么会知道 顾敏宽会对我有危险 副总 不用给我操心 我跟顾敏宽很好 以后副总不要再关心我了 你的心意让我还没难 你知道我的心意 但是因为之前的经历 我特别态出轨的 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警察正后 赵俊几 你他妈的王八蛋 本来说好 这些股票一定会涨的 孩子我把所有钱都放进去了 喂儿子 只要你结婚 我跟你爸呀 就拿出五百万给你买婚房 对 看来我得赶紧向王儿结婚 亲爱的 我为昨天的事跟你道歉 那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明天公司堵制以外短奖 好 好 好 各位 我们今晚通过比赛的方式 来决定自己的住处 找到一号妻子 可以住房车 其他的 只能住帐篷了 哦对了 女生可以找男同事帮忙 开始吧 副总经理 等一下 那个能不能跟我一队呀 你知道吧 我上次数受伤了 你得帮忙 我有货吧 哎你 等一下 虽然很常出 但是我还是想再问一下 你是不是 有一块跟我一样的玉佩呀 这个玉佩是我爷爷给我的 我爷爷跟我说过 跟我带一样玉佩的人 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你找做人了 抱歉 哎 你 哎 秀妍 你还不知道吧 陆云生啊 之所以能当上总经理 是因为他曾经救过总裁 听说啊 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工 哎 听说家里还欠了不少外债呢 怪不得呢 他连我这个美女都不喜欢 原来是因为自卑啊 啊 我知道了 哎对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我 哦 我之前看过他人事答案 哎 哥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亲爱的 哎 我刚刚听到一个小道消息 说一号棋子 其实在树上 敏幻哥 他不是会爬树吗 亲爱的 你就把敏幻哥 借我用一下吧 怎么 一时不得你男朋友 不是 那你就把你男朋友 借我用一下吧 你知道的 我想要的东西 就会不择手段的得到 所以 上一世你才能得到一切 爸 需要我帮你找到一号棋 我不能让你心伤心 不用了 谢谢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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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磨破了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刚才已经帮你消炎了 你应该不会把你消炎了 谢谢你啊 许颜 宁欢哥 你为什么不和弯弯组队啊 你家弯弯 跟这男人一样 需要我 那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你知道的 我认为一号棋在树上 我根本不会爬树 你就帮帮我吧 好不好 行 我一定帮你拿到一号棋 不论如何 我都要拿到一号棋子 这样我才能促成今晚 郑秀妍和顾女幻 都睡在帐篷里 上一世 我和顾女幻 讲到的都是帐篷 她因为睡不着来找我 亲爱的 我在帐篷里睡不着 你陪我聊会天呗 那一夜 我们喝了很多酒 气氛红脱下 我们在帐篷睡得不晚 这一次 我要把命运准嫁给郑秀妍 秀妍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走了 容易的 洪安 下来 洪安 下来 你别管我 我这次一定要演 以后别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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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自己 明明恩西才是她的女朋友 为什么她总是跑过来关心我 对不起啊亲爱的啊 这个呀 是在必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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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啊 啊 啊 你就在那看什么 哎呀 啊 秀妍那么瘦弱 你就把一号棋让给她吧 睡帐篷挺危险的 啊 啊 啊 没想到重活一事 你依然这么关心她 啊 啊 哎 怎么办啊 你这头发 卡到我指甲缝里了 你放开我 啊 啊 啊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么善良 不会怪我的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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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的 我想要的 你世界必得 啊 啊 我去找男人棋子 好 请问是哪位女孩拿到了一号棋子 谁啊 太厉害了 啊 是我 是我 恭喜你 杨妈妈 红天 谢谢 周秀妍 不好意思啊 我也想救红花风筝 这次啊 不能理掉了 你 你 你 哎 啊 啊 呀 我说过 这一次 我一定能有 行了 休息吧 impro 杨妈妈 赢了我你可得意我 你明明知道我认床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抢啊 我也很认床啊 还有啊 我纠正你一下 是你先来跟我抢 没什么事 我先休息了 你回来 为什么非要这么对我呢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原本想着 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就跟没发生一样 咱们两个的关系还跟以前一样 但是你就没发现 你对我越来越过分了 因为我不喜欢你了 你没事都发现了吗 那我跟你说呀 我讨厌你 我特别讨厌你 我讨厌你装可爱 我讨厌你穿我的东西 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一副 什么都为我好的样子 我变成现在这样 还不是因为你吗 不是因为你一直惯着我吗 是啊 我之前是一直都让着你啊 但我现在不想 我马上要跟敏恨结婚吧 我有更爱的人了 我不想跟你抱在一起了 为什么当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心意仍会痛 亲爱的 对不起 我不了解你的感受 因为你是我的一切 全部都是我的错 请你原谅我 没有你 我根本扶不下去 你的另一半 真羞炎 要不是我看过结局 没准还真原谅你 许佩 怎么在这儿啊 喂 强哥 你再宽限我两天呗 跟我一结婚 我爸妈一定会给我钱的 小子 我再给你一周的时间 没看到钱 老婆特别给你打断 这两百块钱买的钻金 真是要那么费事 反正讲完完也不识货 这也看不出来了吧 干杯 老婆 老婆 嫁给我吧 瑪瑪 嫁给我吧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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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 啊 王莽 以后 这是顾敏幻的女人了 对了 婚房的事呢 你不用操心 结婚之后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购置她 顾组长 你对王莽也太好了吧 送这么大的钻机 是啊 你看啊 像敏幻这样的好男人 我要不赶紧答应她 万一被别的女人抢跑了呢 敏幻哥 对王莽可真好 秀妍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很嫉妒 那就拜托你 快点把她抢走吧 千万万这个贱人 到底有什么好的 你一定要把这个鸡都哭掉 我不会让你过得比我幸福 文莽就要嫁给顾敏幻 那个混蛋了 你难道真的忍心看着你 安恋了十几年的女孩 被那个渣男请走了 笨蛋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亲爱的 你知道的 我真的真的 真的很爱你 原谅我今天做的事情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好了 我呢 也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但我们是闺蜜吗 我怎么可能原谅 郑学员 上一世 我可是死在美和顾敏幻的手里 敏幻哥 你以后可要对我们玩玩好一点 酷敏幻啊 千万我们定拿下你 大家都不在 是个好机会 是个好机会 敏幻哥 今天看到 你们俩这样 我真的很开心 修妍 喝醉了 亲爱的 他喝醉了 你帮我把修妍送回帐门吧 小心 小心 修妍真的太可爱了 连喝醉的样子都像美了娃娃 郑秀妍 这个渣男就拜托你了 你一定要把他送回赵某啊 放心吧 我能为你们做的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 明宽哥 我好冷啊 你爸爸我我真的好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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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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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结束了 可是为什么 我还是会难受呢 哥 你也太不争气了 初恋都要跟着渣男跑了 你怎么还有情人坐在这休息啊 我跟他不会有结果 如果没有结果的话 那就不要在这休息 胆小鬼 你都没试过 你怎么知道不会有结果啊 再说了 你真的眼睁睁看着 往往跟那个渣男在一起啊 奶奶不是说过吗 只有戴玉佩的才是渣渣 往往就是戴玉佩的人啊 你说谁 不是郑游言吗 我亲眼看见 往往的脖子上戴着跟你一模一样的降渊欲坠 哎呀你说这么多你自己去问问他呀 哎呀快去快去 远潇哥 姜婉婉 别再喝了 顾敏花还有郑秀妍呢 糟了呗 两个人天天天秘密地去找不住 姜婉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随时让你进去 那你能不能 转过去 以后被好像一棵大树啊 很安心 其实有件事情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 但是又不好意思 什么事啊 我从十年前就黑了 远潘哥 你喜欢我多一点 还是喜欢 姜婉婉多一点呀 当然是你了 姜婉婉那个古板的女人 太没意思了 姜婉婉 你最爱的顾名画 现在也是我了 我从十年前就开始喜欢他 十年前 我这东西都没说过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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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长得你又这么不错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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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啊走 你怎么一个人啊 你俩好了 我爸爸出师了 我姐也嫁人了 那我肯定是一个人 你身上好香啊 那我摇一口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你那个时候怎么不跟我说呀 因为当时没有勇气 等到后来想跟你表白了 你又有男朋友 可惜啊 现在也晚了 你有女朋友了 我呢 女朋友 我说过了 我特别讨厌感情里出轨的男人 恩西对我来说是特别珍贵的朋友 他那么善良可爱你怎么可以 所以你是觉得 我一边跟富恩西在交往 一边就在这跟你说我喜欢你 你不跟王王表白打电话给我做什么 富恩西 我爱你 富恩西 我爱你 你听 这是要我女朋友吗 哥 你怎么会说这么恶心的话 太恐怖了 哎对了 你到底有没有跟王王表白啊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要勇敢一点 气死我了 你这个没有用的母胎单身狗 富恩西 富云深 你们俩是兄妹 对不起 我误会你们了 也不全是误会 我喜欢你这件事情 是真的 哎呀 亲爱的 你男朋友昨天晚上一个人睡帐篷 你却享受豪华房车 你可真够无情的呀 你在帐篷里吗 那不然我能在哪啊 也是真够无情的 不关心一下我有没有感冒 那我昨天晚上给你送被子的时候 你怎么不在啊 哦 那会儿可能上个走去了 秀妍呢 秀妍 我怎么知道 那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顾敏欢 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还有诈 昨晚还和秀妍撕困在一起 今天就受不起事的正在我们面前 顾敏欢征秀妍 今天下午你们去万联超市 安排试试困 为什么是我啊 他们闺蜜一起去不是更好吗 哎 王满 要么你跟秀妍一块去 我的安排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没有 顾敏欢 郑秀妍 这一切 远没有结束 秀妍 秀妍 我们赶快出发吧 好 好吧 秀妍 秀妍 你听我说 我们昨天都喝多了 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什么 我们俩明明昨天都一起播夜了 而且明明知道我喜欢你 你怎么摸这么多 不是秀妍 你你听我解释 如果我们出门这些事 让大家知道的话 那我的工作快回你就多完了 好吧 我以后 不会把你活了 啊 但是 我们以后 能不能还继续交往 绝了 还有这样的好事 我这该死的魅力 怎么继续啊 就是 其实 哎呀 什么 这里面不含坚果吗 嗯 哎呀吵死了 我差点就散沙了 你不是说这饼盘里面不含坚果的吗 你看看 我哪知道这里面含不含坚果啊 是你们自己要吃的 关我什么事啊 你 你 怎么了怎么了 就是他 就是他 说他饼盘里面不含坚果 你看看着我老公过敏 你 你们要不责的啊你们 明欢哥啊 是他们自己看到免费就要吃的 我真的不知道 啊对了 是晚晚 晚晚他没有告诉过我 这里面还有坚果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我马上安排人带你去医院 早知道就不该过来了 拜拜招惹了麻烦 啊 样品中可能还有让公客过敏的食材 真莫重的事 晚晚都没告诉你吗 晚晚他可能跟我说了 但是我真的给忘了 难道秀妍是想要掩饰晚晚的故作 该死 我们还没有结婚 千万不能让晚晚被辞退 这件事你一定要保命 千万不能让公司知道 嗯 谢谢你啊明欢哥 哎 怎么会在九州国际附近开咖啡馆呢 因为想离你近一点 现在 你是说让我不再跟你讲话 是因为我拒绝了你 不仅仅是拒绝啊 还有这封信 这封信 叶鲁铭 叶鲁铭 我真的不喜欢你 麻烦你离我远一点 你真的太让我恶心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话了 先晚晚 所以 这封信不是你写的 刺激确实是我的自己 但信不是我写的 这个秀妍竟然能如此逼真地模仿我的笔迹 太可怕了 那 我还有机会吗 我有男朋友了 是那个丝丝纹纹 戴着眼镜的男人 副总 你怎么可能是他 同学会就是他介绍过去的 不过看他那样子 好像还挺担心你的 亲爱的快上车我送你回去 亲爱的你喜欢我吗 当然喜欢了 也是 这个世界上毕竟没有哪个男人 比我更有魅力了 对了 本来准备呢 好好筹备一下我们的婚礼 但是你也知道 我爸妈那边呢催的比较急 想要赶紧抱孙子 恐怕呀 得提前了 你不是不喜欢孩子的吗 况且 在我这里 你比孩子更重要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毕竟我是顾家三代独子嘛 你不能想干嘛就干嘛 嗯也是 那你是打算 虽然啊 我没有办法给你很华丽的婚礼啊 但是我敢保证 我们以后的小假 一定会很幸福 真不要脸 明明只是想通过一张纸绑住我 让我成为你们顾家的正情工具 啊 亲爱的 不过就是婚礼办的简陋一点 你应该不会那么虚荣吧 啊你放心 结婚以后啊 我养你 真是搞笑 一毛钱都没有 却要逼着我跟他结婚 还逼我争小孩 怎么会呢 那婚礼的话你打算定在 婚礼的话你打算定在 五天后 对了 明天呢就是你生日 我订了酒店 邀请了营销一部 所有的同事 咱们一起庆祝去 听你的 千块啊 一万块生日套餐啊 江湾这个月的业绩超了倒兵 为了奖励他 公司会在他生日那天 给他提供这些 一般不都是公寓吗 这家伙是真爱他呀 妥妥的唇情男 不过 江湾丸只爱我 要不明天让营销一组的同事 多来参加晚晚的生日排队吧 副总经理 你也一起来参加吧 明天我会让你看到 晚晚到底有多爱我 狗妥子 现在要多得意 明天就让你有多伤心 干杯 亲爱的 这些都是你 嘘 什么都不要说了 这些都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公主 啊对了 跟大家宣布一件事 五天之后 我将和娃娃举办婚礼 江湾湾顾米换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结婚的 你很讨厌看到我幸福吧 亲爱的 那就拜托你 赶快和我老公结婚吧 你现在心里应该很得意吧 上次的事情 你不会还在生我气吧 嗯 倒闭 我是开avored 你还是可怜 我越没有 我 toddler 我不会游泳 没事吧 秀妍呢 她受到了惊吓 可能会房间休息了 秀妍不是不会游泳吗 她怎么掉进去 滑倒了吗 可能喝多了 来 晨晨喝了吧 谢谢 亲爱的 没事吧 要不要先走路上休息啊 我把热红糖喝了就上去 你先回去吧 好吧 吓死我了 秀妍 明焕哥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你怎么在这啊 明焕哥 人家可都等你很久了 今天是姜婉婉的生日 而且她现在就在隔壁 那你什么意思啊 怎么 你不想要啊 晚晚今天 可都为我掉进入室里了 你能问我自己点什么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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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线不是划刀的 她自己踏到水尺里去 也许我真的不了解她 她真是太可怕了 也是她 把我抓到更深的水尺里去的 她太可怕了 她的笑脸 有我在呢 别害怕 汉堡炸鸡 我还要吃 吃 其实有件事情 我一直都想问你 你明明知道 顾敏婉是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还非要跟她在一起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但是副总 你说我可以利用你 只要你需要的话 我随时都可以 那我要正确严 嫁给顾敏婉 我明天要带娃娃去见父母啊 你们是不是要去吃好吃的呀 我也要去 你可笑 贪吃鬼 亲爱的 亲爱的 尽数可以吃一碗 顾敏婉 看来我们的命运 正在一点点转变 怎么样 喜欢吗 谢谢你 是我更应该感谢你 万万 谢谢你还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你坚实的后盾 你也一直都是我最重要的人 你 现在是我的 我好 啊 这价格有点太贵了 你们是新婚夫妻吧 你是 这个包包真的很适合你 没错 我们是旧红夫妻 并且我们还是九州国际的员工 九州国际 国内最大的集合 对 我们就是九州国际的传奇 这个包 我要了 还有这些高档的 都给我包起来 好吧 顾米焕 上一世你穷到又刷我信用卡 这一世 没想到你也会愿意给我花钱 亲爱的 我现在终于成为 能配得上你还有你公主的人了 我们马上就要跟我爸妈见面了 得找个地方吃饭 这个餐费的话 要不就 A 当然得A了 妈 时间快到了 你们还没换好衣服吗 你疯了 去这么早啊 就让他等着 一想到我的宝贝儿子 被一个一无是处的女人抢走 我都够气人了 妈 结了婚之后 你一定会给我买房子 对吧 我在你家门口 快点下来 你干嘛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今天是不是要见父母 不算了 你知道的 你呢 是熟了 你到底要干嘛 我就是想检查一下我的东西 是不会还好好的 我只有十分钟 但是我并不想十分钟就结束 还没笑的 你赶紧去吧 你来啦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好 老板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 哎呀 对不起啊 刚来晚了 路上太 不 怎么 没人来吗 对啊 没人来呢 江老板 你怎么能迟到呢 我爸妈都到了 你居然敢迟到 我到门口了 他还没到吗 哦 他 他到了 他在 洗手在 我还以为我会迟到呢 没想到这时间呀 刚刚好 伯父伯母 很高兴见到你 听说啊 你父母都不在了 应该是没有受到过什么家教吧 我爸爸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去世的 我受过充足的家教 不过我妈在我十四岁的时候跟别的男人跑 我一直在想啊 妈 什么样的女人能收复我的宝贝儿子 今天一见到你啊 果然是一个相当厉害的女人 妈 晚晚真的是个非常不错的女孩 她非常懂事 而且在家天天给我做饭吃 为什么不穿我给你买的那件 你给她买衣服了 是啊 伯母 明焕可真好 看 这个包啊 就是明焕给我买的呢 伯母 你说你怎么能把明焕教育得这么好呢 她为了能让我配得上你们呀 特意从头到脚的给我买个身心的 是挺好 工作这么久就把我给你刷红色的袜子 真的呀 伯母 哎呀 我明焕 这真是的 我对你啊 很不满意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的儿子会娶一个你这样的女人 也可能因为你没有父母的原因嘛 所以也没什么家教 不过呢 如果你愿意学习的话 我还是可以考虑接受的 好的伯母 我会学的 虽然现在社会上吧 讲究男女平等 可是这在家里是不一样的 你要让她吃得好 睡得好 这样才好生养孩子 伯母你说的对 我有信心做好 还有啊 别让我家明焕进厨房 那是当然了 我还特意学了厨艺呢 那你一定要每天给她做早餐啊 她呀 是一定要吃现成的 真是搞笑 我就没见过她吃早餐 那是肯定的 伯母 等以后 结了婚 我每天早上都给她做一桌丰盛的早餐 她要是上班加班没时间 我就给她送公司去 不过呢 你也不要当候自己的工作啊 我可不是那种儿媳妇结了婚 就不让她上班的恶婆婆 工作 你会之前可是跟我说 等结了婚 我得辞职在家 我就只需要做做家务享受收获的 你的意思是花敏换新一户赚来的钱 你在家游手好闲 怎么能是游手好闲呢 我在家又要做家务 我还得做一日三餐的 还有时间上班吗 别人上班都可以 凭什么你在家做做家务 带着孩子就不行了呢 带着孩子 伯母伯母 你会没跟你们说呀 我暂时不打算要孩子 什么 不要孩子 你是要娶我顾家之后吗 你怎么能够在长辈面前 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养儿防老 你不生儿子 谁给我的儿子养老 这将来 谁为我为我们操持那个祭祀 那我爸他也就生了两个女儿 每年都是我跟我大姐操持的 这个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怎么能够还去管娘家的祭祀了 对不对 就是你爸呀应该也能理解 毕竟啊 他也只生了两个女儿的罪人 生了女儿的罪人 大姐 你没自个人说的 你 你喊我什么 大姐 是啊大姐 老是决定了 不过我 简直是没大没小 千万万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你 这果然是没父母的孩子 就是不行 大姐 你现在不也没有父母吗 你怎么好意思讽刺别人呀 还有啊 你清醒一点吧 你儿子根本没你想的这么好 你给我听好了啊 不是你们 而是我 决定这个婚人 不行 喂 我不同意这么回事啊 你坏 我绝对不应许娶这种没有教养的女人 说的好呀 张宏晚你疯了吧 我不想再成为你们的儿媳妇 这种事 前世糊里糊涂干过一次就算了 我可不会再干第二次 张宏晚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多明显啊 我将晚要不一分手 你这个疯女人 郭敏冠 为了你 我可特意去学了防身术 秀妍 上一世 你有多延传我的位置 至此 恭喜你更早的如愿了 混小子 你这是在哪儿找了一个尖酸刻薄的女朋友啊 你立马跟她分手啊 你马上跟她分手 不是 妈 王婉她平常是个乖巧可爱又懂事的女孩 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 应该是 不行了 明昏哥 这么小啊 在这儿也见你啊 这位是伯母吧 伯母您好 我叫郑秀妍 是明昏哥的同事 伯母 您长得可真漂亮 应该您皮肤保养得这么好 一看明昏哥啊 就是随了您 长得白白净净的 确实 我家明昏啊 是长得随我 不错 一看就乖巧懂事 跟刚才那婆妇 完全不一样 那个姑娘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吃吧 谢谢阿姨 这个丫头 比那个婆婆强太多了 你什么眼望 不是 怕 看来让顾明昏 把地点写在 一路名的店里 果然没错 明昏哥 你订好 监负你的地点了吗 随便找个 便宜的地方吃 我知道一个地方 这个店主呢 是晚晚的同学 把晚晚的名字 说不定 还可以免费呢 亲爱的 你会疼人 要是你父母知道 店长是晚晚的初恋 将晚晚和初恋 还有联系 哼 我就不信 你这个婚事还能成 上来吧 你怎么会来这儿 因为想你了 是傅恩西跟我说的 怎么样 顺利吗 都还挺顺利的 你今天 快要回去 从今往后 我将按照自己心里做事 穿自己想穿的衣服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爱自己喜欢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婉 做你自己 一切对我变好 小婉 你给我出来 是不是我最近对你太温柔了 你居然敢当我爸妈的面那样放肆 江婉婉 滚出来 臭小婉 谁让你在我家房门前大呼啸啸的 这之前不是江婉婉嫁吗 啊啊 请问大哥 之前住在这儿的那个女孩呢 搬走了 还有 别再来烦 否则 嗯 来来来来来 恭喜你抢签 快进来快进来 哎 哎 娃娃 这个啊 是我哥第一次来参观别人的新家 我告诉他 参观别人的新家要点收货用品 不过我不知道他还带了花 不过我不知道他还带了花 送给你 送给你 花我你喜欢 哎 哥你跟娃娃住在同一栋楼 以后娃娃呢就拜托你照顾了啊 我去把东西放下 哎娃娃这以前呢都是我住的地方 其实啊你可以不用交房租 毕竟我哥从来不会查银行账户 一马归一马 房租还是要交代 张王婉 张王婉 你居然敢打我 你疯了吗 你这个疯子想死吧 放开我 刚刚我被打的时候你怎么不出手 太不公平了 公平 你还想公平吗 所以把你的爱和深级 平等分给两个女人 认识吗 在你车上找到的 谁 你居然敢随便翻别人车是吧 不是我的吧 出国的男人还能这么大声说话呢 我爱我的昨天交往晚对我妈那样 平时乖巧可爱的女人啊 起风来太可怕了 不是我说你怎么连条内裤都管不好啊 那不是我的 那不是我的 什么 那不是你那货 可是我这辈子只跟你在车上哪个话 那不是你那 那是谁的 我还想问你是谁在那 我就知道你会上当 顾米欢 虽然那条内裤不是正朽颜的 但我可是特意挑选了你最喜欢的款式 真的是服了 你看这个打人来是谁的呀 你还吵了 你不要再吵了 你还先不过丢人是吧 你爱上我呢 也很正常 要不然就是能管江欧婉她自己没有魅力 现在这个社会呀 就是这样 连离婚都能再结婚 我们俩这样 算什么呀 所以呢 我们绝对不能向现实妥协 对吧 你搞清楚情况好吗 陈小妍 你从来都不是我的结婚对象 人家婉婉 好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 工作又好又会存钱 你呢 你除了长得漂亮点以外 还有什么 哦 上床是吧 我承认 你上床是可以说 但是拜托 我已经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了 我又不傻 为什么要跟一个 一无失处的讲 拜托 你有点自知之明好吗 你这个混蛋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的女生 亲爱的 你千万不要相信别人说的话 一定要相信我 哎 晚晚 这家超市怎么没有我们公司的新产品啊 不仅仅是新产品 这家超市现在 根本就没有我们公司的产品 我就问一下 你好 我是九州国际总部的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超市里没有我们公司的产品 怎么还敢来 郑秀妍 你疯了吗 你怎么能给过敏的顾客吃汗有坚果的样品 而且还不像超市那边道歉 这件事情你不打算向公司汇报了 这件事情 其实是个误会 怎么回事 郑秀妍在上次公司塑造火灯中吵着大火 而且没有向公司汇报 解释一下吧 这可怎么办 我该怎么说 才能把自己推到建婉婉身上 我就是忘了提醒顾客 那里面有坚果 但是晚晚他也没告诉我呀 我怎么可能知道啊 而且我为了替晚晚隐瞒 我还没有把这件事情的小公司汇报 你没有告诉他吗 对不起啊 我还真记不清了 郑秀妍 把责任转嫁给我来博取别人的同情 可真是你的惯用伎俩 郑总经理 你要怪就怪我吧 你就不要发婉婉了 再好好想想 时间过去太早了 我真不自得了 但是没事 这种重演项目都是有监控的 你们查查呗 该死的姜婉婉 居然还录的视频 看来晚晚已经把注意事想告诉你了 看来晚晚已经把注意事想告诉你了 对不起啊 我没记住啊 郑秀妍小姐 由于你的错误 所以我无法把你调为正式的眼光 你被解雇了 你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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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好 你怎么问几电话呀 你这时候怎么能就想不管呢 凭什么都骂我 这不是我的错 你们觉得我会一个人完蛋吗 我可不会便宜 为了为了拿着我们 江湾碗怎么回来啊 让开出来 你好 我是你叫一部江湾碗 你就是江湾碗 你因为我们是儿子里 所以我故意照面 我告诉你 我老公他也死了的 就此用了你们的食品 不好意思啊 我能不能看一下 你们手机里的消息 你看 大家好 我是九州国际丑闻中的江湾碗 关于网上出轨的事情 我需要在这里澄清一下 我的男朋友的确是爱上了我的闺蜜 但我的闺蜜并没有接受她的追逐 因为我的闺蜜本来就很有魅力 这件事情在所难免 还有 关于万联超市事件 完全是因为顾客想要拿到赔偿 故意陷害 自己没有看清楚去了过敏的食物 我的闺蜜实在是太无辜了 我很担心她会做出傻事 所以还请大家善待她 江湾碗 我闺蜜真是太无辜了 为什么上传这些不实的贴子啊 我可以到你们北方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 自己确实是我的 但是 这个世界上和我自己相同的人 只有一个 郑秀妍 你给我站住 我完了 你给我站住 这次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自己解决这个乱谈 郑秀妍 你别忘了 你有多调揪我 我就有多调揪你 我完了你别这样 为什么要用别的名字上传啊 你 你是不是上次在超市这个小女生呢 天呐 真不要理 我跟我抢回忆的男男朋友 冒充编绵的自己 几件个呀 这眼头啊什么奇葩都有 对不起 对不起大家 都是我的错 请大家原谅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对不起 没关系 事情解决就好 莫莫莫莫莫我求求你原谅我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莫莫 其实我这几天情绪激动 都是因为我怀孕了 你 顾米花你的人生毁了 怎么怎么回事 你被车撞了吗 我 你们是谁啊 放开我 大哥 大哥 我错了 饶了我吧 你们是 独舍借贷强哥的人吗 还是眼睛车借贷三哥的人 独舍借贷 强哥 你他妈很能跟强哥借钱 他可是会砍人的 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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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没钱 但我爸妈有 只要我一结婚 他们就会给我买新房 等我买了新房 立马把他编辑还给你们大哥 我可等不着那么久 我马上就结婚 我马上就结婚 我有结婚对象 对他还怀了我的孩子 只要我一结婚 我妈妈就会给我买新房 我拿了钱就还给你们大哥 大哥 辛苦 没事 儿媳妇 婚房买好之前呀 你跟你坏就先住在这 秀妍 你怎么在这 臭小子 秀妍都怀孕了 你准备忙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从今天起啊 儿媳妇就要跟我们住在一起 婚礼呀 我都替你们安排好 谢谢妈 我们还没有定锡铁吧 哎呀 我一听说你怀孕的消息啊 我当天就去订做了 怎么样 喜欢吧 这老土的图案 对了 那个婚纱呀和礼服 我也都选好了 让我说你们穿上就行了 妈 你看这个礼服和婚纱 让我跟敏焕哥自己选吧 哎呀 我们敏焕工作那么辛苦 这种事也让他自己去选呀 世上哪有我这么好的婆婆呀 哎呀 对了 你把你那个吃蘸油啊 都给我擦掉 对我孙子不好 好的嘛 敏焕哥 你回来了 李焕哥 你现在 不是我的棋了吧 郑秀妍这个火味剑 真把自己当成女主为了 不过总算还有点用途啊 至少从爸妈那拿到钱了 只要我用这笔钱买骨 就能东山再起 晚晚 明天下班之后有时间吗 我有东西要给你 东西 难道是西铁 那就一起吃个晚饭吧 我会提前订好餐厅 好啊 那我会吃很多的 因为你的外首 会跟我一起去 外首 很可惜 郑秀妍 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 这个时候的顾米焕 根本没有生育能品 根本没有生育能品 郑秀妍 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 这个时候的顾米焕 根本没有生育能品 我们米焕可是顾氏三代独子 三代独子 你竟然敢钻我们家的后 对不起 对不起 妈我 我会努力的 当初我就不应该让你这个没用的东西架到我们顾家 你连个蛋都生不出来 你还能做什么事 却要不是他爸妈逼着他治疗 这辈子他不可能有孩子 妈 你确定 我要生生这样出门 以后啊 你只能穿我安排的衣服出门 不可以穿那些短裙呀花里胡哨的东西出门 老土 还好我天生 您好 我有预定 预定门是姜婉婉 姜婉婉 等你看到请帖的那一刻 应该会气到发疯吧 秀妍 是姜婉婉 姜婉婉 你怎么有脸来这儿 姜婉婉 婉婉 你不是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约会吗 怎么大家都来了呀 之前秀妍离职的时候虽然闹得有些不愉快 但是今天听说有好消息要和大家说呢 姜婉婉 你竟然算计我 你就说你要去洗手间让我姐姐离开 千万没有说明不慌了 顾米婉 连你也这样对我 我可不会任由你们百分 其实啊 我今天有件事情到宣布 我要结婚了 结婚 你要跟谁结婚 当然是要和米婉哥结婚啊 对吧 恭喜你们 你们真是般配的 恭喜你啊秀妍 谢谢大家 其实啊 米婉哥我们两个就是 不好意思大家 我们有事先走了 等一下 晚晚啊 跟我结婚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亲手接我的手会关 好不好 好 我一定去 他怎么这么淡定啊 他不是应该难过吗 哎 你来这干嘛 你故意惩我是吧 米婉哥 这一切都是姜婉婉搞的鬼 你看 要不是他给我发信息 我怎么可能知道你们在这里聚餐啊 你是说 姜婉婉他没有告诉你同事聚餐 就把你叫回来了 嗯 啊 这个是姜婉 你他妈惹到他了 爱我爱的死去 回来他有多难过才会做出这样的事啊 哎 谢谢你 总是深入送我回家 副总 我能 再利用你做一件事情吗 我随时 只要你需要 我告诉你啊 妆可别化那么浓 化妆品对我孙子不好 妈 今天可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这么丑的婚纱我都听您的话穿了 想打扮漂亮点 还有错 你给我记住了啊 任何情况下 我们顾家的孙子才是第一位的 不是你 知道了吗 新娘怎么自己带休息室啊 她的朋友 伴娘 都还没来了 你不用期待了 她没有朋友 哎 那个女人 是心疼的朋友 人间角色 可惜了 是跟男朋友一起来的 恭喜啊 结婚快乐 我和副总一起来的 郭总长 新娘快乐 谢谢你来啊 不是 这女人是谁啊 你不介绍一下吗 你好 我叫姜婉婉 是她的同事 姜婉婉 人和名字一样漂亮 哦 我们进去吧 姜婉婉 我说兄弟 你眼睛是长坑了吗 你不是说你的权力有又丑又土吗 原来是怕我给你抢女朋友啊 啊 姜婉婉 你本来就是我顾美婚的女人 副总 我去休息室找一下秀吟 你在这儿等我 哦 我等你 这个场景 跟上一世的我一模一样 姜婉婉 在我的婚礼上打扮这么漂亮 是还想勾一名换歌吗 婉婉 你看我今天怎么样 漂亮吗 婚纱很适合你 这是李金 郑学妍 这些钱 可是送给你治疗癌症的 婉婉 好久不见 你也来了 范真真跟我打电话联系 说她为高中的事感到抱歉 她听说你 被郑学妍抢的男朋友 所以特地告诉我 让我过来帮你称臣场面 不过 看起来好像不太需要我 哦对了 范真真他们一会儿也会来 真真和许蜜也会来 婉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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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 恭喜你们 一起走向地狱 秀妍 恭喜你进入婚姻的坟墓啊 姜学妍 我知道你没有朋友 但是不应该教训夜店女了呀 真是丢死人了 真是想把花甩在她脸上 恭喜你啊 那我不要的垃圾先走 什么 垃圾 恭喜啊 新郎请亲尾新娘 明焕哥 吻我 明焕可不是我捡来的 是我抢来的 想吻吻 输的人 只能是你 秀妍 你这敬酒服挺漂亮的 这不会 是你婆婆传给你的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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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媳妇 你怎么能要求这样的朋友 妈 我不认识她们 秀妍 我们可是从小一起光着定长大的好朋友啊 你这怎么能说不认识我们啊 宝安 把这两个台队给我赶出去 对不起 请问出去 你干什么 我们可是大老远过来的啊 郑秀妍 你就这样对待你的好朋友是吧 哎呀 这不愧是小三啊 强者好朋友的微光夫妇说 现在 还要把十几能的朋友 赶出去 我还愣着干什么呢 把他俩赶出去 等等 这是我们的VIP贵宾 我看今天谁敢赶他们走 跑的 进来 江小姐的朋友 请你们安心用餐 今天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你们 老公 快走 我 我送你回去吧 副总请我吃个饭吧 刚才学了那么多理解 都没吃饱 好 郑秀妍 郑秀妍 你现在痛快了吧 这又不是我的错 都怪晚晚 肯定是晚晚让他们来闹事的 要不是你跟晚晚发行铁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行了 我知道了 哇塞 好帅的车 这一车很贵吗 卖巴赫啊 把你卖了也卖吧 你看 那个 要喝一杯吗 这个酒见过挺贵的男孩 啊那个要喝一杯吗 这个 这个酒见过挺贵的男孩 我现在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可以吗 我的衣服都还好好的 什么都没发生 醒了 我 我昨天晚上在你这睡的 全都忘了 啊 可以吗 哥 你开门 啊 我安晚点饭啊 这个啊 我来就我跟 休息小喝一杯 休息开心 哎呦呦呦呦 你有喜欢的人吗 有啊 我认识你过来 嗯 你刚才 是不是 还有没做完的事呢 嗯 是啊 我先走了 是啊 你一定要做不好玩的啊 嗯 我还要喝了吗 亲爱的 哈哈哈 嗯 新婚孽妻 你就大声每天都在这边啊 哎呦 我们这男子 好 那我就告诉公公婆婆 是我们的钱 哪里潮 这嘴人 我劝你 就好让我闭嘴 不是王婉 我肯定不会这样犯 哎 可是他已经被 附近去那个 宏大的怪跑了 什么怪跑了呀 其实啊 江老婉是故意 勾引自己的事 他妈妈就是处理 江老婉肯定是随着他妈 而且呀 王婉他原来经常跟我讲 说 你呢 只是一个小小的组长 但是夫妻是不一样 我们俩有钱 什么都有 你呢 又没有做 你给我闭嘴 我肯定不会这样说我的 他那么爱我 怎么可能这样说我 明焕哥 你就不能忘了江老婉吧 还是说 不要我告诉你事情了 事情 什么事情 其实 是江老婉 他故意让我 故意你的 什么 我 他知道我喜欢你 所以他跟我说 只要我怀孕了 你就会跟我在一起 这样 他跟附近身 也就能顺利成章的 在一起了 不是 你刚刚说什么 怀孕 明焕哥 我也是因为他喜欢你了 所以 所以你是故意怀孕的是吗 对不起 我其实流产了 那天在公司 今晚晚他把我推倒了 然后我去医院检查 我才发现我流产了 那你为什么我早点说呢 你这是个疯子 故意借着怀孕的你 在我家蹭吃蹭喝 每天 让我妈给你做山珍海卫是吗 早知道我 他就不跟你结婚了 明焕哥 可是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难道要跟我离婚啊 永远 好 说得容易 我们姑家是不让离婚的 明焕 已经找到十倍了 姐 她打你了 姐 你跟我说是怎么回事 你姐夫他出轨了 我本来只是怀疑的 知道我看到了 车里监控上的视频 走 我陪你去找赵建森长 亲爱的 你太厉害了 你为什么还想着给那个老女人买保险啊 我跟你说啊 他家老头就癌症死的 这病有遗传 你看他那么瘦 跟他老头一样 我欧起哪天就死了 到时候他那个保险金呢 拿下来 我给你买包包 估计是遗传了他爸 他爸就是对癌症死吧 我先让江妈妈给他姐姐投保 他姐姐离婚了 又没有小孩 等到时候一死 太小了 太小了 跟我上迷死太小了 真是一无疑 扎门 哎 我要跟你结婚 干什么 干什么 要跟你结婚 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小小 i can see a penny day 不论你 这样 万幸啊这是轻微脑身造 照片跟王露露那个狗男你怎么样了 请你放心 他们被警察带走了 那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离婚 我要让那个渣男精神出户 姜沐雪 你的副家检查结果出来了 我们将你卫领 发现了癌症 什么 医生 是这样 你们不用太过去担心啊 因为现在呢处于胃癌早期 肿瘤还很小 可以通过内视镜手术去除的 我们可以马上给你安排手术 我能好起来吗 放心吧 发现的早啊 几乎是可以根治的 谢谢医生 都会来做检查了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当时如果我不在的话 姐姐可能已经死了 我以为 只要不跟顾敏婚结婚 姐姐就不会死 要想避免在小三面前被丈夫害死 小三 我明白了 要真正的改变命运 我就得当顾敏婚的小三 我 是我 我有个事想请你帮忙 喂 中饭做好了呀 今天吃什么 西红柿鸡蛋汤 晚上就好了 跟我开玩笑吧 注意西红柿鸡蛋汤啊 生活费不够了 你们怎么办 你真是个蠢 灰心的 是不是当初起晚晚就好了 愣着干嘛 去给我点案卖去 你跟我斗死什么呢 你不是也当从公司辞职吧 还有啊 我警告你 不要找你自己交 喂 哥哥 最近还好吗 打错了吧 是不是敏俊哥哥电话吗 哦 那是哪错呢 好奇怪 我明明记得是这个号码 对不起 打扰你了 我有多久没听到美女的声音了 既然上天给了我这单艳遇 那我可不能这么错过 没事 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你的 你这个 哈哈 哈哈 对不起 喂妈 哎 儿媳妇 你现在回来 跟我一起熬骨头汤吧 现在熬呀 晚上才能吃 哦 可是现在才十一点 对了 你肚子还没动静吗 算命先生可是说 我这个月能放到孙子的 还没有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你有问题的话 你就赶紧去医院看一下 没怀孕又不是我一样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难道是我们家里患的问题吗 我跟你说 如果那个地质干燥的 再怎么播种都没有用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如果你生不了孩子 你就赶紧给我离婚 要不是女婚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你流产的事呢 也不知道从哪找了 你这么样一个乞丐 就是到秀你俩女婚的去 早知道还不如去玩玩那个丫头 至少比你会赚钱 算了 我也不跟你说了 你赶紧给我带我饭钱过来熬汤 你家的什么东西啊 我到底哪比不上膠了 你们都都烦了 好 人 写的吗 顾敏焕结婚后 总是捧着他和姜婉婉的照片 婚礼上太目不转睛的盯着姜婉婉 敏焕哥 我我 啊 秀琴固然 不行 我不能让姜婉婉抢走我的东西 走一个 来来来来来 还有 哎 我跟你说啊 嗯 这次 还得你请 前三次都是我请的啊 东姐 嗯 你还跟我记得这些啊 哎 本来以为啊 婚姻是幸福的开始 嗯 结果呢 你猜怎么着 我刚从公司离职 股票也赔了 现在呢 婚姻也是一粒鸡毛 你说我可不可怜啊 不是 我就是 你都这么可怜了 还有女人跟你联系啊 哈哈 都是些朋友网友没见过面 不过 倒是听过声音 绝对是个大美女 哈哈 来 要不这样 我把她叫出来 让她带个少量的妞 好啊 还你是女啊 嘿嘿嘿 嗯 今天太晚了 下次吧 你真是狗干的 怎么突然想起来 摇一台备用手机 可以吗 确实可以 不过既然是你的决定 那一定有你的理由 你是不是太信任我了 我就不是信任 那是什么呀 网上说 我这种 我这种 交流立案的话 确实 怎么奖励我 怎么奖励啊 谢谢你 我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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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米花 都零晨一点了 不接我电话干嘛去了 哎呀 滚 看你就算了 哈哈 哈哈 这不是江澳丸的手机号 这是谁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跟我拥有老公 还大半夜约他出去 什么你是谁啊 什么你老公啊 你说明焕哥吗 你少跟我撑算 说 啊 我不知道他结婚了呀 他跟我说他一直单身 单身很久了 而且我们也只是网上偶尔联系 从来都没有见过面 再说了 我今天晚上一直在家里待着呢 根本就没出去 没出去 难道他真的去见江澳丸了 亲爱的 你什么时候跟张晓鱼 撑起来的离婚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抱歉啊 我真不照他结婚了 但是同位女人吧 我很担心你 库米花好像出轨了我闺蜜 我该怎么办啊 这么恶心 他还出轨你闺蜜 你别着急啊 我给你想想办法 这样 你先假装不知道 不然的话他肯定会比赖 说的没错 等我找到证据 我一定要把他们往死里整 这种婆婆催着生孩子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婆婆就天天骂他生出来儿子 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带着他老公去医院一检查 他老公那方面有问题 我怎么没想到呢 郑秀妍 你应该很快就会知道 现在的顾米花 根本怀不了孕 你不来 你为什么不来 你自己的检查结果 你都不来看一眼吗 看个屁 不是你非得拉着我 我才懒得做呢 是你自己怀不着孩子 还放我干嘛 郑秀妍 郑小姐 从检查报告上来看呢 你的身体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过你的老公顾先生 金子含量太少了 明显是弱心症 这会让你们怀孩子非常困难 你最近才让他先来检查检查 什么 不是你的问题 难道是我们家敏患的问题吗 我跟你说啊 如果那个地是干燥的 再怎么播种都没有用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如果你生不了孩子 你就赶紧给我离婚 妈 我回来了 这都几点了 怎么才回来呀 我刚有点事耽误了 你能有什么事啊 你是出去赚钱了 还是生儿子去了 还不赶紧去做饭 死老太婆 原来是想在他朋友面前显摆自己的地位 你给我等着 怎么办 好 妈 既然如此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哎呀姐姐 你真喜 把儿媳妇拿拎得死死的 打向我家儿媳妇啊 就因为会赚几个钱 总因为小事供我顶嘴 那你就这样游着他呀 那怎么办呢 我儿子像成他媳妇呀 也 媳妇去妇产医院呢 咦 这不是两只的笼子吗 患有落筋 秀妇 妈 怎么了 这什么情况 哎呀 这东西 怎么没放好呀 哎呀 您不知道 敏焕哥 他去医院检查了 医生说呀 他有落筋症 这筋子数量啊 太少了 这可能呀 我还不上孕的 什么 筋子太少 那意思是不行了 嗯 我们现在有事先走了 那您慢走啊 郑秀妍 你是故意的吧 哪个疯女人 会让自己的丈夫 去做这种检查 我们优秀帅气的敏欢 怎么就 一定是娶错了媳妇 对啊妈 我们优秀帅气的敏欢歌 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都说娶错媳妇会害一家人 你要是能把你的丈夫照顾好 敏欢怎么会得这种病 拜托大婶 搞搞清楚好不好 你儿子要工作没工作 还得了弱筋症 为什么要恶果呀 什么 大婶 你个死丫头 妈 你没事吧 还活着呀 那行 妈 那你就自己在家 好好待着吧 这四老太婆 终于病倒 真是活该 郑秀妍 看来结婚后 你反而变本加厉了 郑秀妍 看来结婚后 你反而变本加厉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傅院生 这十年你除了我以外 没喜欢过其他女孩子 没有 我身边 连女性朋友都没有 怎么可能 你要身材有身材 要长相有长相的 还是九州国际集团的继承人 身边肯定围着一堆女孩吧 嗯 密码是你生日 谁说我查你手机了呀 我只不过就是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没什么 吃醋了 吃醋了 是你错了 喝点了吗 你吃醋了 妈 妈 妈 你没事吧 我回到家里 发现你妈倒在了地上 我赶紧把她送到医院 医生说 她得了老一血 这不都怪我吗 我那天要是早点走就好了 妈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直到你好为止 啊 医生说你妈现在啊 千万不能着梁 对了 儿媳妇啊 你记得晚上 一定要盖好被子 不能让你妈受了疯啊 儿子 你说你妈现在这个样子 以后你吃饭怎么办啊 没事吧 让秀媛趁妈睡着的时候 回去给我坐就可以了 让不让她 把你那被坐了吧 好 好儿子 这果然啊 还是生了儿子好 真有意思 胡萝卜让我干了 你们真拿我当小白羊呢 我可不是姜文文 爸 你别担心 秀媛她会照顾我妈的 弱筋症 怎么回事啊 你可不整齐的东西 你居然得了这种病 爸 你听我解释 不是这样的 可能是医院的误诊了 闭嘴 你给我听好了 你们要是生不出孩子 我之前给你们的钱 统统给我吐出来 你是个疯女人 检查报告是不是 你故意扔我车上的 你是个疯女人 检查报告是不是 你故意扔我车上的 哎呀 我忘了 是被爸爸看到了吗 对不起啊 明焕哥 妈 你怎么了 明焕哥 我晚点再给你回电话 他妈 他 当初如果是跟婉婉结婚的话 人家应该不会这么狼狈的 喂 汪哥 我们重新开始吧 我现在就去找习业离婚 以后别给他打电话了 傅玉生 小汪我在哪里 我要见他 在我这 在我这 我不会让任何人进来伤害你 郑小言 不是你的话 那么爱我的娃娃 怎么会偷偷到傅玉生的怀抱 啊 郑小言 这可是你逼我的 那怎么样 够两块吧 怎么样 不然能说话了吗 没有 我这不是这些点细心照亮吗 但是也没什么用 就是一直没有好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啊 这几天你辛苦了 过两天后我请个护工 我带你出去 你给我好好放松一下 不行 如果我离开 这个四老太婆 要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好 大婶 今天呢 我就让你能演谁考角 别害怕 我已经受够了 这活着的人呢 要好好活着的 但是你啊 你死了 郑小言 你这个疯子 我老公根本就不行了 这怎么真心呢 还一天天抱怨我生不住儿子 真是活该 笑死你 你联合郑小言一起整我是吧 你们两个疯子 我和你老婆的聊天记录 已经发给你了 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 郑小言 我让你知道 我顾铭话不是好惹的 我老公要带我出去旅行了 什么情况 以顾米焕的性格 看到那些聊天记录 他不可能不采取行动的呀 难道 顾米焕 我出车祸 死了 什么 快点滚来医院 你妈他 过世了 不可能啊 他刚刚还好好的 怎么会 他妈呀 这个破车快让开 开这么慢呢 妈你一定要等我 你刹车的吗 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 顾米焕啊 这三百万 我会替你好好享受的 顾米焕啊 这三百万 我会替你好好享受的 你去召唤一下宾客吧 好的 我马上就到 小王板 我老公和他妈妈就是被你害死的 这里不欢迎你 出去 就是我的人 请问你是郑学严小姐吗 我们现在 以涉嫌伤害 金美玉女士和顾米焕先生的罪名逮捕你 是什么 是你 是女生 不是我 不是我跟她 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 是她 她在杀人袖手 我绝对不能被抓走 一定要想办法把责任推在姜王婉身上 警察同志 我想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老公 他刚走没多久 你就让我在这陪陪他吧 就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好 到时候我一定会去警察局亲自给你们解释清楚的 给我几个小时就行 好吗 行吧 那就给你两个小时 我们在外面等你 谢谢你妈 先玩玩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你还好 一切都结束了 要不要把我重生的事情告诉人生 他会不会认为 我一直在利用他 人生 其实 我有件事情得跟你说 像我们 你就陪着我 一起下地狱吧 参事 你 你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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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国际的继承人 布云生将于下月举办婚礼 据悉 九州国际未来的傅太太也是集团下的职员 九州国际是国内最大的集团 预估资产可达千亿 这不可能 他千万万他指的数给我 他怎么可能会比我好 9527郑校园 有人来看你了 好久不见了修颜 你来带什么 其实我很好奇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讨厌 要不是因为你和你妈 我对人生根本就不会变成这样 上一辈的事情 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 不是你想看到的 你装什么呢江婉婉 江婉婉我告诉你 你错就错在 你根本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 你要是把设议人带过来 我就把王婉也带过来 那我怎么不说的 要不是因为你和你妈 我和我妈根本就不会被抛弃 就是因为你强走了我爸爸 江婉婉 这一切的错都在你 我恨就恨在当初 为什么没到处死你 修颜 你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在哪啊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你凭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你好好反省一下吧 我先走了 江婉婉 江婉婉婉你别 你不要走 救我啊 说大概 一切都结束完了 如果我不是那个带向玉佩的人 你还会和我结婚吗 你还会和你安静 我于是